为旧油价沙特再次砍自己100万桶产量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说 我们知道最近在开车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 这个澳洲最近几个月的油价似乎又恢复 到了疫情刚结束 那个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开始那段时期 又没有像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候最惨 是油价曾经一度是跌破1澳元一升的价格 也没有像俄乌战争时期 油价是上升到了3澳元一升的疯狂价格 目前最近几个月油价始终保持在1.7至2澳元之间 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目前的油价已经是沙特所领导的欧佩克组织 完成了一次减产以后的价格 其实我们看一下过去两年国际油价就不难看出 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 油价基本上就是完成了一个从底部快速上涨 又两次冲高回落 再重新回到2018年价格的整一个轮回过程 其实现在的价格就刚好等于2018年当时的高点 而且自从那以后直到疫情之前 油价实际上基本上就一直在一个跌势中 我们知道从上面的图上可以看到 油价其实是从120美元左右的高度开始下跌 也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元开始加息 换句话说美元的加息直接是带动了美元的增值 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 还有就是全球经济的快速刹车 那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作为全球 或者说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石油它的价格走势 可以和其他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基本上是保持一致 比如说和铁矿石和铜价和其他的工业必需品的价格 虽然说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一模一样 但也基本是保持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相似度 纵观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 基本上来说原油价格只要保持在一百美元以上的时期 那就是全球经济发展比较好 或者说经济走势比较强劲的时间段 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的组织 欧佩克组织 它始终它是希望可以通过控制产量来控制原油价格 那么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中东战争开始 中东的产油国就一直使用石油 作为和西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了大约是2010年左右 由于当时油价实在是太高 使得原本已经不再使用的页岩油技术 再次被重新大规模使用 那么和传统的造井或者说打洞取石油的技术不一样 页岩油它是不需要打深井 而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 利用简单的方法把盐层加热 然后再用水压把油给挤出来 那么这样提炼出来的石油 要比传统的钻井石油相对更加纯洁 稍加提炼之后就可以使用 但是由于这个开采技术 它的成本通常是需要30美元左右 在十几年之前 国际油价平均就是在30美元以下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就直接到市场上去买油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自己再挖 一直到2010年之后 这个时候 当国际油价普遍已经保持在30美元以上了 很多产油国 比如说像中国和美国 就重新启动了页岩油技术 因为相对于那个时候市场价格 已经远超于50 60 70美元来说 30的成本依然是非常低的 但是沙特和欧佩克组织 为了重新夺回石油的控制权 曾经一度也把原油价格压低到30美元以下 虽然那段时期 大量美国的页岩油公司是破产倒闭 但这样的情况也使得沙特和中东很多的国家 自己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中东的国家的主要收入 其实就是来自于石油 比如说沙特 它每一年的国家预算 原油价格必须要保持在80美元一桶 这个预测上 那么如果原油价格是低于80美元 那么沙特很有可能就会入不敷出 其他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那更有夸张一点 比如说像俄罗斯 它的油价需要保持在120美元以上 它的预算才能达到平衡 所以30美元以下的这个价格 当时并没有持续太久 那么之后油价又重新回到了50美元以上 这个时候 页岩油公司重新又死灰复燃 所以到如今 美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产油国最高的国家 虽然沙特依然控制着欧佩克组织 但是他们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力 已经日渐削弱 以前 每一次沙特重大的政策变化 起码会引起 使油价10%的上下跌幅 但如今就算是沙特宣布第二次减产 减产到900万桶一天 这个油价仅仅也只上涨了5% 而且市场预计不出一个月 如果需求方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原油下跌的大趋势 在本质上依然不会得到改变 所以我们从上面短期的技术图形栏开 这次沙特的减产 虽然是把油价重新推上了4小时图的上涨信号中 但是未来能否还能保持上涨 重点就是要看 未来24到48小时之内 油价能否保持在72.60这个关键的支撑位上 如果哪一天油价再次跌回到72.60以下 那么这一次油价的石油的上涨趋势 很有可能被再次中止 所以总结来说 和我上一次评价第一次的今年沙特减产时候的总结是一样 任何商品的价格 虽然是由两方供应和需求两个原因 两个因素来决定 但是更为重要的 我觉得是需求方 而不是供应方 比如说一个商品它抢手 那么价格即使再高 消费者也愿意买单 反之如果一个商品没有人要 那么它就算是打折再促销 也没有办法改变长期的局面 所以最后如果你愿意希望交易原油的产品 我们可以给您提供 美国油或者是英国油 有石油的期货和现货合约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